然不会致死但严重时会痛的另想死 但其实只要一根牙线就能提早医治甲勾炎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甲勾炎是由线甲引起的 简单来说就是指甲往肉里面生长 一般最常发生在大拇指 患者一开始指甲会出现从甲板侧面长入附近软组织中的问题 及时发现的话只要勤剪指甲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如果不予理会 指甲就会继续生长迁入肉里 慢慢的指甲就会引起炎症 形成甲勾炎 造成线甲的原因有很多 但通常都是外在因素造成 例如挤压、碰撞、机械性损伤等 这种现场常发生在爱走路或运动的身上 尤其鞋子太小 肩头鞋或高跟鞋更容易挤压指甲 造成变形 另外 内在因素如 营养不良 真菌感染也会引起指甲畸形 最后恶化成甲勾炎 传统的治疗方法可分为保守疗法和手术疗法 保守疗法非常简单 只要及早把变形的指甲剪掉就行了 如果已经出现发炎症状 就要搭配抗生素配合疗法 如果保守疗法都不管用 那就只好花钱挨刀接受手术疗法了 为了一个指甲挨刀实在是听不值得的 但今天介绍一个小撇步 能够大大解决欠甲问题 阻止甲勾炎的发生 而且就只需要一根牙线和指甲剪 方法很简单 把脚趾消毒干净后 用牙线伸入嵌进肉里的指甲下 这时候会非常痛 但咬紧牙关忍一忍就过去了 往上拉把嵌进肉里的指甲拉开 把多余的指甲剪掉即可 切记所有的工具及DIY前后都要消毒干净 只要把造成发炎的指甲剪掉 发炎肿胀的指头就会渐渐消肿 甲勾炎带来的剧烈疼痛是会严重影响生活行动的 所以为了避免再次忍受甲勾炎带来的疼痛 最好的方法还是养成勤俭剪指甲的好习惯 不然用再多的牙线也是无法根治 你学会了吗 那就不要吝啬把这篇文章分享出去 让同样受甲勾炎困扰的朋友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情期中